這兩天王小姐的臉書 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溫朗東 其實韓國瑜這個事件 不是單純的私領域問題 因為他能夠選上 就靠了他一個浪子回頭的形象 如果他一開始就承認 他沒有結婚 然後他也是到處花天酒地 到現在是這樣 而且他在選上 這個事件對他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大家已經接受他是這樣的人 可是如果這事件發現說 他可能對自己的妻子 對自己的女兒說謊 他可能這個家庭合的氣氛是假造的 浪子回頭的氣氛是假的 那他的政治誠心遇到 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 這是為什麼他必須要提告 也是第一次提告 那剛剛前面也提到 為什麼他要去這個地檢署 而不採用字數呢 因為你字數你要自己提證人嘛 可是現在沒有一個證人 會出來幫他講話 這是最奇怪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要回到 這王小姐這個臉書 其實根據吳子佳爆料來說 王小姐他拿的生活費有幾千萬 我稍微算過一下 大概如果你有兩千萬的話 一個鈔票一張一千元鈔票 大概是一克 一個多一點 所以說兩千萬 大概二十幾公斤 所以夾起來整個體積的話 如果排成一場列 大概就兩公尺這麼高 所以會有一個行李帶那麼高 所以這樣的一個畫面 如果你會發現 如果真的是拿現金 去交給王小姐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這是有可能會被攝影機拍到的 有可能會有證據的 第二個這個前輩要有哪裡來的 這個韓國瑜 那個時候不是在北農嗎 或在北農之前 他有這麼多的一個現金嗎 這現金到底從何而來 是值得我們去關切 那黃小姐的臉書 為什麼會被發現呢 其實是因為他的共同好友 就是黃文才 那個黃文才發現他是 共同好友之後 有趣的事情發生說 王小姐他有關注 非常多藍營的這些粉專 包含郭台銘 羅志強 當然也有韓國瑜在內 而他的這個臉書 在這兩天當中 快速的全部的關閉跟刪除 所以已經看不到 他的所有公開的一個動態了 但是我們可以查到說 這個王小姐他過去 在新新聞期間 確實有一些文章 可是大家請注意這個文章 例如說批評中華電信的黑金 或者是引述林火旺 對於馬政府用人的一些質疑 就是南營內部之間 在內部攻擊的一些質疑 這些內容都不是出外的採訪 他不是特稿的這個記者 他是評論型的這個作者 而且他的文章非常的少 為什麼新新聞會請一個 文章非常少的 而且他這樣子一個 如果他不是出去外面 跑新聞的話 一般來講這樣的稿費 不會太多是沒辦法支撐生活的 所以有趣的事情出現 這樣子名嘴財經名嘴蔡玉珍 他就今天在臉書上面就爆料 是說什麼 黃文才跟媒體同業說 王小姐是我在新新聞的筆名 就說黃文才跟黃小姐 其實根本就是通 黃小姐根本沒有寫文章 這文章是黃文才寫的 大家請注意一個有趣的事情 這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就表示說為什麼我會把我的名字 借給你 我們信任程度很強嘛 所以王小姐跟黃文才的信任度 非常的高 才會產生說藉由把這個名字 借給黃文才 讓他去這個寫一些 他背後有他政治目的的一些文章 從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一週刊這邊 又有爆料出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說王小姐有個侄子 被韓國瑜安插在北農裡面 擔任資訊部的人 那這個你現在在建構的是 假設韓國瑜跟王小姐 的確有婚外情的關係 因為他現在都沒有實質的否認 也沒有為我們交代說 沒有沒有 他不是他怎麼可能是我婚外情 對象他是某某某是誰 因為韓國瑜不見這樣的具體論述 你現在在告訴我們說 你懷疑韓國瑜跟新莊 這個王小姐的確是可能 有婚外情的關係 現在是什麼 他在北農任職是王小姐的侄子 沒錯這個是一週刊 他裡面提到的觀點 但是我沒辦法完全確定 是不是侄子 這還要繼續查證 我們必須負責講 但是我發現疑點 這一位被稱為王宏泰的這個先生 假設他真的是跟王小姐 有某些親屬上的一個關係 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說他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在義守大學的電子工程系 他是研究什麼 有機薄膜電晶體研究 可是如果我去北農查他資訊部 他是做這個北農資訊部內容 跟這個什麼 這個其實這個電晶體研究 他是跟可以彎曲的面板有關係 但是這個資訊部 北農資訊部是完全不做面板 他不是科技公司 他是做那些農產品的數據統計 所以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工作 更何況是說他在做這個 北農這份工作之前的一份工作 是在中華日報當記者 然後他記者報導的內容 跟資訊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這個中華日報 那個時候總經理就是黃文財 所以換句話說透過這樣一個觀點 這樣一個黃宏泰這個人 他跟黃宏泰才認識 他是不是又是黃小姐的親屬 或是他的侄子 這一連串的關係 再加上他在北農 為什麼會跑到資訊部去那邊工作 現在淫聚船又被調到市場部 去那邊這個跑出去別的工作 這是不是韓國瑜在北農當中 安插他自己人 如果是他安插自己人的話 那背後的 安插了黃小姐的侄子 也可以反證說他跟黃小姐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這邊必須要很負責任的去說 其實這件事情也很單純 照韓國瑜過往的一個個性 他大可以是說假設什麼事情都沒有的話 他是不是大大方方的直接跑去新莊 在裡面開直播 跟黃小姐 黃文財 大家一起打麻將 還原十年前 他在北農時候的一個場景 這是一個乾淨的麻將 打麻將過程當中關心社會時事 哇 這個不只是那個月聽力會爆表 也完全還他清白 可是你們就沒辦法理解說 為什麼黃文財沒有出現 為什麼黃小姐要關臉書 然後為什麼這個黃黃太 現在臉書也關了 他也消失了 他連他的也關 對 他臉書也關掉了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任何一個人 他只要站出來出面講說 我不是人事安插 我是考進來的 或是我跟黃小姐沒有關係 或者是說我只是打麻將 我跟韓國瑜認識什麼 這全全是可以講清楚的 可是韓國瑜到現在 沒有辦法提出任何一個證人 是對他有利 不含李嘉芬在內 所以才會像昨天的時候 媒體三次排榜他 愛河的時候 林亞區跟這個全國勞工聯盟 三次問他 韓國瑜都不講 什麼話都不講 然後到了這個七點鐘的時候 才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會提告 可是人家問他說 你跟黃小姐什麼關係 他還是不說 一直到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終於去北檢提告 但是韓國瑜的儒利算盤就是說 雖然我什麼都不講都不澄清 可是只要這個他提告之後 他的形勢上面 好像他就正義的一方 但是大家請注意一件事情 就像前面教老師所說的 這個檢察官 他的確很盡責 他要去調這些證人 他調證人 可是證人可以不來 你證人都不來 證人出國了 在這麼一個比較小的案件當中 是不太可能真的去把你抓過來的 所以這過程當中 韓國瑜就可以度過這次的總統大選 所以黃小姐應該不會現身 如果他道道弟弟 就是他的婚外情對象的話 他不會現身 也要想辦法不能現身 也許他現在可能帶著孩子 真的不在台灣 來你這邊還要補充 我們先聽聽看好不好 因為如果這個是他的職子的話 我們剛剛記者問了韓國瑜了 是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跟王小姐沒有任何的關係 你的任用 你有沒有依法來任用 還是這裡頭有所謂的空降 或者是裙帶關係 聽聽看韓國瑜的反應是什麼 來 我們剛剛收到最新畫面 北農證實 北農證實說 您有安排王小姐親人在工作 現在我們用人是不是依法用人 這個最重要 能不能符合專長 我在北農時間正好是北農成立四十週年 很多人退休 所有的運用的任何人都是依法任用 歡迎大家去查 好嗎 來 黨部我們再聽一次 你看我們的記者是這樣子問 剛剛溫朗東特別提到 王小姐的職子疑似在北農任用 他由他的背景 曾經擔任過中華日報的記者 那中華日報在任記者說 當時他的直屬長官又是黃文財 這麼巧妙 直子連結黃文財又連結了 當然是跟王小姐 王小姐現在被連結 就是韓國瑜的婚外情 所以我們記者問他了 那王小姐真的是他的親友有任職 你有任職在北農嗎 來聽聽看 再聽一次 韓國瑜的反應是什麼 北農證實 北農證實說 您有安排王小姐親人在工作 現在我們用人是不是依法用人 這個最重要能不能符合專長 我在北農時間正好是北農成立四十週年 很多人退休 所有的運用的任何人都是依法任用 歡迎大家去查 好不好 韓國瑜 他還是在逃避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沒有王小姐的親友 他說沒有 他就說沒有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那如果有的話 他要解釋一下說 其實他跟王小姐的關係 是正常關係 沒有任何男女關係 剛好他介紹這個人 也是完全符合他的能力需求 可是我們從場面檢驗的 不管是學歷經歷等等來看 其實很明顯的 就有一個仇庸的性質在裡面 是值得我們基於公共地域去質疑的 可是最後要說 即使如此 韓國瑜的臉書上面完全沒有提 還是提到他的龍舟怎麼樣 還有三萬多個 這樣一個一千多七百個分享 韓粉每個人都說這個他做好事 抹黑越來越誇張 親者自親 悔寒行動開始了 所以說這一連串過程當中 其實韓粉的信仰還是非常的堅定 完全沒有受到這事件的打擊 有人說從神壇已經快被拉下來了 所以韓粉依然還是挺韓道體 非韓不可 簡單不說兩句 不是 沒有否認就是承認 沒有否定就是肯定 而且這裡面剛才幾位先生提到說 他有可能證人傳不到 然後就逃過 他逃不掉 逃得過司法 逃不過政治 因為如果是國民黨 其他候選人要搞他的話 恰恰是就可以拿這個中文章 為什麼證人傳都傳不到 證人去哪裡了 為什麼證人都逃避了 就憑這個他的初選就過不了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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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處理別的事情 好 請再繼續 那吳子佳說晚上有被他討論 他很生氣的事情 絕無此事 有理性溝通 所有吳子佳董事長講的話 可信度都是值得懷疑的 那因為其實董事長早上有提到說 因為嘉芬姐昨天晚上有拷打的部分 可是 我沒有說昨天晚上 我都聽說最近 李嘉芬夫人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是非常的生氣 那韓市長說 我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 那當然我就是從台北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本身是個大嘴巴的市政府 你們忘了嗎 有小偷會侵入 然後還有一些很奇怪的局長 會做很奇怪的事情 高雄市政府是全台灣最大嘴巴 最沒有秘密 然後市長會說人家監聽他 所以什麼消息我們都可以聽到 只要稍微認真一點的記者 都可以知道嘉芬姐 這兩天的生氣的狀況 好 我們今天會提毀謗 毀謗 會提毀謗 是證書嗎 那我也認為台灣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我們希望祥和的社會 人與人之間能夠更親密 感覺更美好 所以從去年選高雄市長到現在 我一路被黑 被重傷 被造謠 被傷害等等 我從來沒有提過告訴 但是今天吳子佳董事長講到 我在外面有小孩子 又有錢送過來送過去 找了黃文財就送了一大筆錢 我必須要請求檢察官 要來出面幫我來主持公道 所以我才會走到地檢署 按您申告這條路 第一個我還是堅持我的說法 他有婚外情 他有婚外情的非婚生女的事實 然後他用選擇這種 到地檢署去按您申告的方式 一定有他所期望達到的效果 或許他的效果是有 因為他現在很政治 那我們是媒體 我們比較單純 我們兵來將黨 水來土焉 太太一開始就諒解嗎 我們完全理系溝通 沒有諒解跟不諒解問題 好 請繼續 那你剛才跟訪問是在之前嗎 我們在一場證 我們所有的證據都在我們檔案裡面 等一下律師會跟我一起交給檢察官 那他指控說你當選之後 我跟你講 所有的事情 我們近代檢察官的調查 那我覺得在現在紛紛擾擾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我們唯一能夠堅信的 就是司法官這一道正義的防線 所以我一定要提出告訴 而且吳子佳董事長有責任 拿出證據來向社會大眾說明 孩子在哪裡 錢在哪裡 多少錢 如何送 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法治社會 應該有的 那百分之一百會請王小姐 出來作證啊 他當然是啊 因為他本身是這個故事的主人翁啊 我們現在有跟王小姐有透過什麼 那個檢察官去傳證 他一定要來的 這沒有辦法的 包括我聽說黃文才已經關機了嘛 好像黃文才手機也不通了 是不是 你們 我剛剛聽說聯繫的結果 到時候我都會傳證啊 因為檢察官的傳票出去的時候 他非來不可啊 那像是幫他買房子啊 還有說企圖要把他送出國 這些我們有鐵證嗎 這個當然啊 因為買房子有資金的流程啊 這個韓市長本身就會 他就好今天也要告我這一項啊 第一個你先去查查看 那個房子的所有權人是誰啊 到時候我們就會取證出來啦 那我怎麼會知道是買房子 還是租房呢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細膩的一個 政治的訊息 我就是告訴了韓市長 新莊王小姐的房子是自己買的 那這個事情會有很多人知道嗎 我想不是很多人知道嗎 那表示我們有非常十足的把握 那韓市長也可以從這個訊息裡面 解讀到他應該有的恐懼 民選總統到現在第一次 這是史上首見被指控 外遇生子婚外勤 而且呢具體的指控 他是具名來進行指控 吳子嘉所驚爆的韓國瑜 高雄市長韓國瑜 有意攪拾2020總統大選的這一位 民國民黨內 這個是聲望最高的 外遇生子的風暴 今天韓國瑜北上來提告了 那大前提是檢察官必須要傳 或者是吳子嘉提出我要傳 黃文才我要傳王小姐 或者是要傳誰呢 吳子嘉今天大約有十分鐘 被媒體包圍 那他你看那個場合 我想說你是被告嗎 來 吳朗東你不要離開 為什麼要看 朗東特地幫我們準備這個袋子 我今天問吳子嘉說 姚老師我們應該都會很想知道 你有備而來 你的消息誰給你的 你如果說你有人證跟物證 你的消息的可信度 你怎麼去研判 他回答我一句話 他說給我消息的人 小君你認識 非常大咖 非常大咖 我說大咖到什麼程度 他說你我都認識 大家都有交情 我這很難猜了 有這個交集的部分 然後我說那可信度你怎麼研判 他說我告訴你 這個人曝光他所說的話 百分之百你會相信他 OK這是吳子嘉所講的 那我下面要播放這一段 為什麼 朗東特地幫我們 我說你說他給他幾千萬 為什麼叫幾千萬 消息來源 一千萬就一千萬 兩千萬三千萬 一下說幾千萬 一下三千萬 他說據說透過了王溫財 去提供給幾千萬的安家費 給王小姐的 那據說他們實在不知道是多少錢 不過感覺冠起來的 重重很重 所以重重很重 他可能經驗判斷 就是重重 你說這樣摸摸摸是幾千萬 大概這邊放滿 兩千萬二十幾公斤 兩千萬二十幾公斤 他們研判就是不只一千萬 你看這樣兩千萬 他如果用兩千塊的現召 只有一半的體積 那可以裝更多 那美金呢 那如果裝美金呢 美金比較難 因為你要去銀行換回臺幣 比較難 不一定一次給 可以分批給 分批給 重重重重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他不敢說出到底是多少錢 那很顯然 提供這個線索的人 是直接接觸 直接接觸 所以是黃文財提供的資料嗎 黃文財我不認識 那到底知道整個內幕的人 是到什麼樣的程度